中立卡片 OK 那他的效果是說 入場去 給雙方主戰者自己回合結束時抽取與自己戰場上最高從者等 自己戰場上從者中最高攻擊力值等量的卡片 此外主戰者無法疊加此效果 簡單來說呢 就是 你下了這一張之後呢 每次回合結束的時候 包括你喔你跟對方雙方喔 回合結束的時候呢都會 抽說 看你場上最高的攻擊力是哪 是多少 那就抽幾張 例如我場上有一個進化的天盾 我就不好抽10張 對 那還是這樣的感覺喔 那 有一個他是敵我雙方都給喔 所以 嗯這個嘛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會 張牌會蠻有趣的 對因為 他就是 歸類在有趣啦 對啊但是實際上好不好用 嗯 你給對面用不完的牌我覺得 也不會 也不會很好 對啊 畢竟你8費下的話 那接下來你就是抽4張嘛 因為這張 4攻 你抽4張或6張 好了 假設你抽6張 那那又怎樣 因為你回合結束啦 那就輪到對面嘛 那對面回合結束的時候 欸 他也是爆抽啊 那 你會變成說 你下這張之後的狀況會變成 雙方都是 幾排幾乎是用不完的狀況 所以 欸 覺得微妙啦 微妙微妙的 那 應該可以做很有趣的事情 例如 讓對面把牌抽完而輸之類的 之類的 覺得這樣子的話 反正還是比較 有搞頭的 讓對面把牌抽完 這樣 但是蠻有趣的啦 總之我覺得這張牌 歸類在有趣喔 封面牌嘛 克洛斯 再來這個是 巴伊波卡赫喔 欸 成功了 巴伊波卡赫 好 總之呢 322喔 就是 入場體是隨機給一個 叢者加1加0的效果 如果說爆能6 的話呢 就會全體加1加1 那如果爆能9呢 就會再加1加1之後呢 再 再拿一張 這個喔 好 然後它是隨機喔 注意到它是隨機加喔 所以你三菲西亞的時候 它是隨機加一個 叢者喔 那 欸 那呢 呃 它這個三菲跟六菲的能力基本上 就是沒有 沒有說特好啊 我覺得這是普通而已喔 那重點是 9菲拿這個 福音喔 我們看一下這個福音喔 這張 巴伊波卡赫的福音喔 那福音的效果呢是 3費 那隨機給一個 從者加3加3的效果 然後抽3張卡片 然後再回3滴血 喔 那 基本上這張牌應該 恩 感覺用人也不會很多喔 因為 呃 應該是它還是要做一些搭配喔 就是這張牌會必須要去做一些 搭配才有辦法打出東西喔 所以 所以 呃 所以 就是還要再看喔 再看有沒有什麼 牌組可以跟這張牌搭配 那就單卡而言的話 能力我是覺得還好 好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了 叮噹天使喔 對 因為2費的叮噹天使退環境了 所以 它就出了一個4費的補你 但是 我覺得4費的沒有很好用啦 因為太貴了 對啊 因為太貴了 雖然效果就是等於2倍 但是 這個太貴了 所以 我覺得沒有很好用啦 那 原本的比較好用 卡面 蠻好看的就是 好 再來就是這個 墮天喔 這也是這一次 我覺得 蠻有趣的一張牌喔 那4費喔 它是讓 讓戰場上的一個從者呢 或護符 變成墮天使 呃 不管是你的 還是對方的 都可以喔 那變成墮天使的 變成墮天使 墮天使是 這張 墮天使呢 313 那它會有 途徑跟吸血 也就是說 你用這張牌 去壓自己的 去壓自己的 從者或護符的時候呢 它就會 變成這個墮天使 馬上就可以 途徑 然後 再吸血 這樣子 那如果我是 用來打對面的話呢 就是去解對面的護符 或者是從者喔 強解喔 讓它變成這個墮天使 那效用可能會比這個墮天使還強 OK那 所以呢 這張牌呢 我覺得 它的第一個用途就是 它是一個解牌 好 欸 不用自己了 它是一個解牌喔 那為什麼 說 為什麼會有 會給這樣子的解牌 呃 因為這個版本 處決跟隱命之武退環境了 對 限制模式中 處決跟隱命之武是不能用的 欸 印象中是這樣子 沒有錯 這個處決嘛 這處決是標準卡包的 啊這個隱命之武呢 是暗影進化的 所以呢 欸 這兩張是 在限制模式中是不能用的 所以 欸 就補了一個這個墮天喔 那 我認為它的效果應該算還蠻強的喔 因為 呃 變成那個墮天使他就是吸血嘛 他就是途徑吸血 那 其實 就解牌來說 就解牌來說的話 我覺得是好的喔 對 我覺得是好 用解牌 的方式來使用 那加字解牌說不定也會有一些奇效 之類的 所以這張牌我覺得墮天不錯 不錯的原因 就是 呃 他4費嘛 那4費的解牌 若歸你把他用成解牌的話就是比較便宜 那再來就是那兩張5費的解牌退環境了 所以這張 應該還是會不錯 好再來就是這個 哥布林 帝王喔 不是哥布林王喔 所以這是帝王 322喔 各扣一點 那 每當1以下喔 1以下就是包含1喔 就是只有1費的從者喔 進入戰場的時候會 得到突進的效果 那 你出場的時候呢 會 哥布林 哥布林隊長 然後 哥布林公主 3個呢 隨機中一張 隨機增加一張到手牌中喔 那 這哥布林帝王 我覺得 這個嗎 因為他是要1費以下的從者進入戰場嗎 那 就會獲得突進 也就是說你下這個帝王呢 你要在帝王還在場上的時候呢 下其他的1費 他的這個效果才會有用喔 那 我覺得就還好 對 我覺得就覺得還好 因為 你如果要這樣子玩的話 你就會變成 你的牌組勢必會因為這一張帝王 而去做一些更動喔 那 那 欸 可是 他又沒有 說效果真的很強 因為你1費的從者 大不了1攻 對不對 我覺得 其實也還好 喔 覺得還好 普通 帶這個 正光天使 阿爾提 阿爾 那是念提還地啊 OK 那總之呢 544喔 虧一點體質 然後 呃 交戰的時候呢 如果對方是中力重整的 然後會砸4點傷害 那 入場取是 把對方一個 從者變成中力從者 那 也就是說 張牌的用法應該會變成說是 呃 我把對方一個怪砸成中力從者 那 我再用這張進化去撞 那就是 最多可以撞 這樣就可以撞到10點血嘛 最多就可以撞到10點 或者是說 呃 我4點砸下去了 然後他就會死掉 那 我就會有一隻66的怪在場上 那 應該是 基本上應該是這樣子的用法 不過呢 不過呢 我個人覺得 還好 沒有很實用 因為你如果把他拿來解場 就是拿來解場用的話呢 有 更多好用的強解牌 像剛剛那個墮天 你就比較好 就會比你這個 還有好 就是送對面一個吸血 但是 可以強解一隻大怪 那這張就是 我覺得 不怎麼樣 我覺得這張不怎麼樣 好 再來是這個 哥布林山林巨獸騎士喔 OK 那他就是314守護喔 然後 5費的話就會加2加2變成 5 3 6 守護 5 那 對 真的是把快攻逼死 這一次真的是把快攻逼死 因為所有人 都會拿到這個盾喔 所有人都會有這個盾 就是中力牌 所以呢 大家在3費的時候會出一個4血的盾 那 速攻就真的不好打 對啊 速攻就真的不好打 那這個版本就是變成 那 我真的覺得速攻 會沒有搞頭 對啊 大家都會比較偏向中速或者是 比較慢速後期的牌組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 OK 藏寶圖 啊 藏寶圖這個就藏了喔 這個 神睡之聲 提示王的威望魔法森林 鳳凰庭院 然後 主神 辱神之木 鮮血花園 然後 貝爾薩斯結晶巷 之中呢 選擇一張 拿到手上 那 這幾張呢 就是 欸 每一個主戰者一個嘛 神睡之聲呢 是這個 妖精的牌嘛 神睡之聲呢 是妖精的牌 就是 欸 神睡之聲是妖精的牌吧 我記得 我記得 神睡之聲是妖精的牌 但是我沒有選到 那個 神睡之聲 喔 神睡之聲 神睡之聲 那 欸 2費了 然後倒數2 那效果是說 讓敵方一個從這下回合無法進行攻擊 好 就這樣 那再來呢下一張喔 下一張是這個皇家的 騎士王的威望這張 那每當消費唯一的從者進入戰場的時候就得到幾尺喔 那這樣真的是最沒用 你還會召喚一個騎士 騎士會幾尺 好 再來是這個 下一張 下一張他是給這個 魔法森林吧 魔法圖書館吧 這張 欸 魔法圖書館這張 OK 那回合結束的時候呢 抽一張法術牌喔 只是抽法術牌喔 好 再來是這個 龍族的 這個大家就不陌生了喔 他是給這個鳳凰庭院喔 就是 費用減半 雙方手牌全部費用減半喔 那再來是這個 死靈的 死靈他是給這個 這個 死靈入寺 召喚一隻殭屍到戰場上 OK 那再來是這個 吸血鬼 吸血鬼是給這個 鮮血的花園嗎 對啊 鮮血花園沒錯 這張 欸 回合結束的時候 雙方主戰者各一點傷害喔 倒數4 再來是 主教的 主教他給這個結晶象喔 結晶象的是 主教護符身很多 這個 欸 每個 每個自己的回合結束的時候 回復自己主戰者所有從者一點傷害 不是 一點 一點血量喔 回 回一點血 包含主戰者也會回 好 那 總結來說 這張藏寶圖就是 沒有什麼 特別啦 他就是 一個抽抽樂的概念 然後這種也是你抽起來的東西好像也沒有很好 結果魔法圖書館比較好用一點啊 森林花園還不錯 好 其他的好像就 還好 純粹之聲可以控場 其實玩的威望真的是最爛喔 真的是不知道拿那張幹嘛 然後 主神之墓的話就是 呃 也不實用啦 對啊 也不實用 那 這張藏寶圖我就覺得 呃 啊 這真的是藏寶圖喔 對啊 那就是這一些這個 拿這些牌 那我就覺得還好 普通普通 欸 不是普通普通嗎 這不怎麼樣 齁 然後這個 迷宮探險家 克洛伊喔 332 好 那 他的效果是說 給自己一個從者可以無視 這個守護的效果 齁 那 就是會變成說 之後所有的主戰者呢 都是 呃 都有辦法無視 守護了 對 因為他給了這張 所以大家都可以無視守護了 好 那也是 算奇效牌啊 我覺得 欸 好爽的 虎戰士 就是 323喔 虧一點點體質喔 然後 7費的話就會 加2加1 變成 4 4 然後破壞一個護符喔 主要應該是破壞一個護符啦 就是他會打爆一個護符 就是破壞護符用的牌喔 就是 取代了這個 處決的效果 這件處決是可以 破壞護符的嘛 那這個就是 欸 要去補那個 處決的效果 好 這個落血陷阱 落血陷阱我覺得 很強 對 落血陷阱我覺得很強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 這個齁 上個回合敵方 攻擊過的敵方從者 就是 欸 你出一張牌 然後進化去解怪 這個是很常見的事情 這個動作很常做 是很常做的 或者是說 呃 對啊 或者是說有 途徑或 擊走從者 之類的 那有動過的 那落血陷阱就可以直接把他壓掉 所以我覺得 這個 落血陷阱算好用喔 應該算蠻好用的牌喔 因為 他可以使用的情況 應該會蠻多的 而且 他才三費而已 三費一個強解 來說 我覺得可以喔 我覺得蠻強的 就是補那兩張強解的漏洞 他就給一個這個 這樣我覺得還不錯 蠻強的 啊快樂小豬喔 3 額額額標準體質 然後 死掉的時候會補一點血 如果有進化的話 會變成補3點 呃 好 快樂小豬 快樂小豬 覺得 還好 不怎麼樣 喔 沒了喔 中立就這樣了 然後 再來看一下這個 中立喔 對環境的牌 喔 這邊喔 是中立 中立 退環境的牌 那 可以看到比較常見的是這個 聖劍喔 然後 定量天使喔 然後 UNICO退了 對 所以UNICO退了之後 但是這一版大家補了很多 抗快的手段 所以UNICO應該是還好 那 再來 就是這個 崭新的命運 跟 這個 斬新的命運 跟冥斧一起 一起砍喔 所以 所以 限制模式就是完全不會出現冥斧了 對 沒錯 限制模式完全不會出現冥斧了 然後 至於天使這個 艾拉教會放喔 然後 然後 藍票捏 這個 沃爾德喔 這個很多龍族會用的這個沃爾德 也是 退環境了 所以 欸 之前很多龍族會用阿 拿來壓自己艾拉 那 這個就是 欸 反正就是沒有了 然後 惡魔衝擊波 沒有了 雲命跟這個 楚爵嘛 剛剛有講這兩張 強鐵牌 也沒了 那 再來就是這個 欸 金閃閃 金閃閃沒了 然後 露西法沒了 然後 奧丁喔 奧丁沒了喔 對 奧丁沒有了 然後這個 黑暗天使也沒了 煞坦也沒了喔 沒錯這個 煞坦是標準卡包的 海 所以煞坦也沒了 那 對 中立大概就是這些沒有 那 會影響到的 欸 其實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較特別的牌組啦 對啊 除了像這個 大家都會 除了像這些大家都會用的 雲命之舞阿 楚爵這種牌以外 大部分就是 呃 會影響到比較特殊的牌組 那 這些牌組大部分在 在 在 在那個 限制模式的時候已經死光了 所以根本就 who care 哈哈 反正 冥府沒了 之後就不會看到冥府 好 也不會看到後期的煞坦 好 總之呢 中立的部分大概就是這樣子喔 好 那就謝謝各位